灯光美气分家 桃园水族馆从开幕以来一直是国旅热门景点 不过疫情连环报让旅游业者也得超前部署 28号以后就不会到桃园工厂 或是一些所谓水族馆这些 我们就会把它取消 尽量在这段期间就先不进到市区内的景点 除了喜红改变行程 雄师也说目前桃园市区行程没人报名 所以无法出团 但拉拉山小屋来等景点路线 还是有团员报名目前维持正常 而可乐旅游也说 如果客人有疑虑都能协助转团或是无偿退费 目前来看的话 受影响的团体人数还算好 不是很多 大概只有一两团吧 所以我们政策的话都是要依照防疫中心 指挥中心的脚步来走 桃园疫情影响国旅商机 也考验旅游业者应变能力